我沒有真正的了解 中國國民黨底下的台灣管理當局 給我們的教育教科書 都沒有主權真正的含義跟定義 今天我講的這些題目是 一個潘良華潘委員的PowerPoint 他是以我們秘書長寫書為根據寫的 這個美國軍事在你下的台灣 這本書 台美關係關鍵報告 台灣最終地位跟新台灣文 美國軍事在你下的台灣 應該是絕版的 台美關係關鍵報告 還有一點點 新台灣我希望大家應該要有 新台灣裡面的內容 我們台灣的很多的問題 很多的解答可以裡面找出來 大家應該要有啦 以後可以當作參考 想到就翻一下 這是唐克爾希望說大家對台灣近代主權利位的變化 台灣目前華為的狀況 如果台灣未來 如果啦 其實台灣是不可以建國 可行的方向解析 在引用實力來 告訴大家 清楚被中國國民黨教育 這錯誤觀念 跟解開台灣各項法理真相 好 歡迎你們來 我姓鄭 我住台中州 我是那個大團隊的軍手 我記得是我第一次 認識秘書長是在 一個電視台 那個什麼電台台 台中有個 以前被關台操掉的那個海洋資深 海洋資深 但是中部人應該知道啦 那個 本土派的那個電台 我聽到秘書長講 欸 台灣的法理 我聽了 哎唷 好像有點道理 後來就常常開收音機 他死亡都很痛 後來有一次 那個我就說 他那個有一個台美什麼關鍵報告 有在電台在義賣 後來就跑去電台買 那時候就看到秘書長 在2004年的時候 我很興奮了 那時候 哎唷 這個人 台中有救耶 那時候感覺 哎唷 有道理 我很開心耶 我還有一個 那時候 還有很多的 妹妹嘎嘎 後來他說要找人去告美國啦 突然間又 消失不見了 後來才知道啦 原來他跑去高雄去選起定 高雄應該知道嘛 他跑去高雄去選市長 然後利用市長那個證件報告 宣揚他法 那個法理 法理第一位 台灣的法理第一位 教育台灣的 的人民 原來我們是 是這判處還是占領區 可是國民黨很厲害啊 他的所有的文宣 所有的宣傳 所有的那個證件報導 都被媒體 掩蓋掉 一句話都沒有提 那時候我覺得奇怪 這個 這個人怎麼不見了 哇 媒體真的 蓋得很厲害啊 那些人跑去 國雄的川崎町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奇怪 這個人怎麼不見了 可能離開了吧 還是去國外了 當作他肯失望啦 因為很多 像 本土派的人啦 建國黨的 還是台獨的 他們好像 一直在目瞎 亡方世 跟愛台灣心 這樣一股熱忱 就一直想要 讓台灣 讓現在代的子孫比較好過 有想要做一些 作為還是一番的事情 可是發覺到來了民進黨 還是來了一些 比較本土派的社團 那時候都在共同世 對馬英九 中國國民黨政權 完全都沒效 突然說有這個理論 我覺得有可能是美國在背後操縱 然後就慢慢的就 就有機會又看報紙 在看民政委一看 林志森 又有網站 然後上網查 查了很久 然後就來參加 然後最後就 突然就站在這裡跟你們講話了 這是我 自我介紹我的過程 來民政的過程 就是剛開始的時候 秘書長 他那個 畫個標誌 現在我們是 是這個 這四個旗你們都知道嗎 美國旗 戰典旗 日本旗 還有我們民政武旗 以後我們排列也要排這個方式 在這裡 一定是往美國旗 美國軍政武旗 日本旗 還有這個 我們民政武旗 美國來的時候 我們要排這個跟這個 歡迎他們進來 美金快進來了 大家有信心 當初從 購書的一開始 中國人來台灣 就是從 第一號命令開始 蔣介石部隊過來的時候 是代表盟軍受降 佔領台灣 他並不是要來光顧台灣 因為那個時候 受降跟占領台灣 並不代表戰爭結束 戰爭結束最主要是要 要有合約 停止戰爭 建政也要 出禮拜有講 戰爭也要宣告戰爭 結束戰爭也要宣布 不是宣布 我投降我就結束戰爭 不是 因為你那時候說 你跟人有起就分 還是宣布 還要寫什麼 和解書 黑子白字 看你要補多少 還是你要補多少 把權利義務都寫出來 那個才算是 結束戰爭 可是他 國民黨說 他來代表受降 在領台灣就是 台灣光顧了 就不會進行 進行的結束了 海外也不會下的 也不是說 海外也不會下就是 不可能嚇台灣什麼的什麼人 他就說台灣光顧了 說那是騙你的 所以我們台灣主權地位要清除 並不是那時候給他 那是 那個 國民黨一貫的作風 十億人口九億片 還有一日在訓練 還有一日在訓練 大家聽過這幾個 他們也 他們也 也有一個 比較 他們進來的時候有一個特別 他們來的時候 來了兩百萬人 分兩批 第一批是武裝部隊 第二批是他們 高級行政官員 還是人民的過來 他們是爛民 在一般來講的話 他們是 中華民國 的人民 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前朝的人民 其實他們應該 也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 前朝 那就是說明朝完了 還有留下一些 要反共 要反清負眠的 清朝的人也會 慢慢的把他 把他同化掉 不要說他要反清負眠 可是全國全世界全球 都承認 清朝是現在中國的控制權 他不會承認明朝的 同意可證全球現在 是在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其實不承認中華民國 只是中華民國 一隻土地把我們騙 而已 你再想看看 中華民國 如果真的是 國家的話 他在 他在世界上所有的 外交國家 都是小國家 用金錢外交 錢還簽個合約 跟小朋友 建交 跟美國、英國、法國、澳大利 那些國家 通通沒有建交 但是他們國家很強盛 所以他們就 不能建交 但是要怎麼溝通 就像跟日本就是 日本駐什麼 文化協會 還是什麼經濟辦事處 還是什麼 什麼文化協會 還是什麼 經濟什麼處 都非國家名稱 跟美國、法國、英國、大國家 在 在溝通 在做經濟活動 可是他回到國內 就是說我們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 可是在國外 他是不被承認的 只是在 在這個土地在 在糊弄你們 我們一般的話 難民有武裝的話 台灣人就倒楣了 當然有發動 228 有清香 也有很多 在大陸的問題 而且又來了兩百萬人 當初那時候台灣六八百 來了兩百萬 變成社會上突然多了兩百萬人 給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土地的工作權 那些都有問題 然後衝擊 因此外來 可是他們是強勢有槍 台灣人就可能會失業 米不過吃 什麼一些問題 他們來的時候 你看看 這個是 敘利爾安民在伊拉克 在庫爾斯德坦地區的 難民 這個是 這是英文的 是那個 聯合國 趕去耶 這是難民 他們 難民喔 住的地方是這樣而已 這是 這是 我們 我們的 中華民國的 難民喔 他們是住在 很豪華的地方 不是啦 這個是 大安的 那個 大安官旁邊的國際學社 就是 就是要 難民大 他們說農民 對啦 要跟你們說 他們說 對我們 董伐理講 他們是 因為被 破壞 來台灣的 他們被 中國共產黨 破壞 失去權勢 然後 如果不離開 可能會被 殺戮 所以 會被鬥爭 清算 所以他們就算 逃難而已 來台灣 這台北的 這高雄的 這高雄的 草地很大 這是 國貿新村的 高雄 大廣場 這是國貿新村的 而且 這是去第二次 第一次 到小間 今天第二次 他們就去到大間 人家阿富有難民喔 哈哈哈哈 欸 自己在笑 欸 真的啊 你有沒有想過 他們難民 無處 中國國民 中國 做台灣國安黨籍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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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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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賣錢 不用欸 對啊 啊 如果沒頭人都會吃公家 還是做冰 還是什麼 啊 水定瓦斯半仗 對吧 還有呢 還有每個月都有配幾 油啊 鹽啊 米啦 有沒有 欸 他們過得不錯耶 真給他照顧 啊 台灣人有嗎 你們有嗎 對啊 你看他們房子 這是第二次的 欸 眷村啊 他們蓋得很漂亮喔 好啊 在2006年10月24號 我們密室長告美國 好 美國判定就有幾個判例啦 齁 台灣本土人沒有 本土台灣沒有國籍 好 沒有國籍承認的那個政權 政府齁 生活在政治領域中 美國承認 這條我覺得是最重要耶 美國人的性命 他該贊領台灣 這裏真 信中最大的疑惑 美國行政單位 因主動協助原告 這是美國人法院 法官下的判決 這個都可以上網去查得到 你如果那個暗號打 打進去 然後Google一下 就會看到 英文的啦 因為你用那個翻譯軟體 你可以搬得出來 你就看到 這都是 就是這些東西 當初 市長在告美國的時候 他覺得說 搞得不好 國家免訴嘛 對齁 那他說 不然去看看 結果美國 美國法院也接受 美國法院也接受 他再嚇一跳 也很高興啦 台灣跟美國有關係啦 美國竟然接受台灣人告訴我 那就是不同國家 我英國人去告法國人 說法國人不民主 我告人權嘛 欸 法國人接受呢 那不覺得很奇怪嗎 一定是不接受的嘛 可是我們台灣人去告美國司法 欸 他們接受我們的訴訟呢 表示說什麼 我們有關係 如果接受我們的訴訟 我們就贏一半了 贏一半了 有的是關鍵點嘛 我跟你們講 跟你們講一下 我們有國際條約法律宣言 跟 跟 跟 新聞公報 這個 我還是宣言 還是少一個 新聞公報 是 一樣啦 開洛宣言 新聞公報 1895年4月17號 下官條約 就是 就想說 那個 日本 跟 中國 日本跟 清帝國 打仗 因為韓國的 關係打仗 然後 日本 打贏了 簽一個合約 或 就把 台灣 的 租款 為 清帝國 轉到 日本帝國 只要這個 這個有合約 有條約的話 表示什麼 我有簽名 你也簽名 我承認 你有 台灣的主權 你也承認 我有台灣主權 所以 你心裡我有這個東西 我東西也給你 你也接受 要說 這是什麼 這是主權轉變 這是主權的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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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呢 就新任合約 這也是合約 這1952年的4月18號生效 這就是日本政府放棄台灣的管轄權 在合約有寫 這個合約有46個國家通過 當初參與的這個法案有52個國家 經過他們的國會 經過他們的國會 統一什麼 有的國家 後來會推出 只有46個國家簽任 但是46個國家簽任很多了 因為那時候 第一次世界大前 全球好像是50出 50幾個國家而已 所以幾乎是全球人都有參與這個 舊金山合約的那個 這個條約的簽署 所以他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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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約的那個 功勢更大 然後呢 在 在美國的壓力下 中華民國又跟日本又簽了 簽了一個台北合約 簽了一個台北合約 因為 當初 簽舊金山合約的時候 那時候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國 正在國共內戰 那時候 因為那個美國 不知道要承認 要承認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時候就是乾脆就這兩個 都不參加 沒有簽 事後再補簽 你叫中華民國 就跟台北 就是跟中華民國簽那個 台北合約 還有一個國家是蘇聯 他佔了北方自導 他不願參加簽約 他也沒有參加 蘇聯沒有參加 那個就簽約 那個就簽合約 再來就是 因為 我跟你簽約 表示說 國跟國之間的 互相承認 才會有合約 你這個人消失了 不見了 怕這個人死去了 你自己簽約 有合約 沒有合約 那就是人死在難 結果 日本 跟中華民國斷交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候 他就承認 中國那塊土地 的繼承人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他把中華民國動作是 消失了 對人過世了 沒有合約 過世了 他就是 因為斷交 然後台北合約就會失效 所以台北合約一失效 台北合約想先把 台灣人視同為中華民國的人 結果這條 因為斷交而失效以後 台灣人變成沒有國籍 台灣人無國籍就是因為 因為台北合約失效了 這個是 1979 1月1號 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是 1979 美國人 就以這個條約 來管台灣 所以說 台灣管理當局 這句話 是在 台灣關係法裡面 出現的 因為他們已經跟 1979 就是跟 中華民國斷交 要承認中華好的民工活國 他是 其實這個台灣是 在 1979 好像是三四月的時候 才通過 後來是追 追溯回來 追溯回來的 因為他們想到說 別人想 啊 管理台灣沒有法源 他們就想到一個 台灣關係法 他就想到一個台灣關係法 把他補上去 然後 這就是1943年 改建政的時候 開羅宣言 就新聞公報 開羅宣言 其實 其實 有美國 英國 跟中國 嘛 其實還有 本來還有一個國家 要來啦 是蘇聯 後來他不贊成 不贊成一些事情 然後他就 不來了 史丹林就沒有來 開羅宣言 有說 台灣戰後 要給中國嘛 給中國 不是中華民國 他是中國 但是 但是因為 英國秋吉好像 不同意 所以說 這個公報 沒有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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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以美國 跟希望的習慣是說 如果 我有承認的話 我有跟你握手 或是我承諾什麼 用嘴講 其實外國人 也所信用會給 好的問題 就是說 當初開羅宣言 有叫做 中國以後 不要領土過張 因為他 不守信用 在1950年的時候 發生韓戰 迎抗美援朝 北韓 南韓 發生戰爭 然後 當住蘇聯 蘇聯那時候 也是一起打 打韓國 然後擴張 然後美國生氣 說你不講信用 他就把這個 這個 台灣要給他 就回回一頂 那時候 那時候 那個總統就 瞬間就宣佈說 台灣 地位未定論 就是 從韓戰那邊開始的 那時候是1950年 韓戰 說說 1952年 是不是什麼 就先合約 說如果說 他沒有參加韓戰 舊金山合約 就會把這一條 寫上去 台灣 日本控制台灣的 全力義務 還要抬頭 然後 突給誰 搞不好就會寫 突給中華民國 還是中國 你知道 寫中華民國 跟給中國 一樣的意思 因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繼承中華民國 那個台灣 就會失掉了 但是 因為他 他不守信用 那時候 是毛澤東 毛澤東 還不知道這些事情 就去出兵打韓國 幫助蘇聯 去打韓國 變成南北韓 那時候 美國就在 就金山合約 就沒有寫進這個 這個東西 所以 中國 中國人民 就是在台灣的 流 的中國人 他說 開羅宣言 開羅宣言 其實正在結束 最後簽了 合約和解書 就是 就金山合約 他沒有寫下去 表示什麼 不給他了啦 就是 就金山合約 合約 否定了開羅宣言 否定了開羅宣言 可以怎麼說怎麼說 應該要在 就金山合約 實現 要在那邊實現 可是沒有 沒有實現 沒有實現 表示通通 不履行 我說台灣的 點議 你們就 你們就很清楚了嘛 在下官條約 給了日本 天皇 反正講日本 第四國家主權 是天皇 皇帝的 給了 清帝國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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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國凡跟 日帝國的 伊藤博文 簽合約嘛 簽下官條約 他們講好了 簽定以後 還要做個動作 把合約 拿回 你的國家 給那皇帝 蓋個玉璽 他也要蓋個玉璽 要告訴你什麼 對吧 蓋個玉璽就是 經過 皇帝的同意 表示說 所有錢是誰 是皇帝的 所以我們回來講 再講一遍 說這 台灣這個主權 有從 清 到了日 日 到了 台北合約 舊信任合約 都沒有改變 也不因為 開樓許願改變 所以我們主權定位 還是 日本天皇的 剛剛講 開樓許願有效嗎 其實沒有效 已經被舊信任合約 被否決掉了 被何以否決 宣言沒有效 被否決 被否決 現在日本 他是和平憲法 是美國 麥克拉社將軍 把他更改的 因為那時候 他日本被佔領 日本戰後 日本戰後 他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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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美軍 直接親自佔領7年 我親你 甚至說 戰後 因為 日本人 有吃飢荒 然後麥克拉社將軍 要求美國 拿糧食來給日本人吃 這個都是歷史 那個 麥克拉社叫他 特別是有給他改憲法 就 有說 放棄交戰權 跟 不得主動旅行 防衛台灣之一物 就是他沒有軍隊 也沒有交戰權 不可以主動 出擊打 打別人 就宣戰權 跟那個 交戰權 也沒有軍隊 說其實有人 在 在有的 國際 有的國際社會的 那個權威 都認為說 其實日本還 有個講法 說日本 有個講法 日本還不是真正一個 主權獨立國家 因為他沒有交戰權 他也沒有軍隊 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有軍隊 有交戰權 他被人家 解除了這些 這也是 主權獨立國家的 要點 這個 無論是 是 被動旅行 作為防衛 台灣之法 依據 因為在 舊軍合約 有寫了 簽訂合約以後 有段期間 70天 70 到9天 好像90天 三個月之內 他的軍隊 就要撤出來 要尊重 別的國家的領土的完整 所以你軍隊 沒有人的土地 因為你宣布 結束戰典以後 你的軍隊要離開人家的土地 要尊重 要怎樣 他可以額外交簽個 那個 美日安保條約 所以在 普通經濟地 什麼 港 他就可以 美國的航空母艦 他的陸戰隊 他的飛機場 還留在日本的土地上 日本土地上 還有 美軍 你看 你看很多國家 哪有可能 把他國家的軍隊 在我土地 這就是 當初 日本戰敗 像我們台灣也是一樣 想要當初開始的時候 是寫 中美 共同 防疫條約 中美 防疫共同條約 比較多的 就是斷交以後 馬上又 做台灣關係法接鎖 他們都用 調約方式來 把軍隊駐紮在這邊 他們的 美軍的軍事任務 就是 美軍顧問團 美軍顧問團 但是 美軍顧問團 到最後 整個要撤離 其實在台灣 很多的 雷達戰 還是 觀察戰 其實還是有美軍 只是他 著變裝 變武 就 楊明山有個雷達戰 直通五角大象 那個民政靠電視 你有聽的 你們說嗎 其實那時候都是美軍 天母那些都是美軍 只是穿變武而已 他不要讓人看錯 台灣還是美國的黑手在控制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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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那條狄來的正是 日本對台上有主權義務 之具體當真 主權有主權 主權有營生主的權利 跟主權義務 你們初級班都有聽過嘛 主權權利可以放棄 主權義務不可以放棄 只要是說 日本天王放棄了台灣的主權 就是放棄了台灣的好處 但是他要照顧這一群人 照顧這一群人 那是說 我是那個人民 你把他求稅 你也要保護我 這是對等的 你叫我去當兵 那你就要照顧我人民 人民 我的小孩的安全嘛 這都是權利義務對等的 啊 在國際 在國際話上 日本 義務 對台灣 保守主權就是安保條約 要 每個安保條約 每個安保條約 包含台灣在內 周邊有事 對吧 日本就要出來嘛 日本一出來 美國就安 每個安保條約就會出來嘛 所謂是簽依法動全身 台灣有事 美國的派人 有航空母艦出來嘛 他們都是在履行他們的義務 他們都是在履行他們的義務 講到最後 要就 小結一下 其實台灣真正地位 就是剛剛講的 還是日本天王的 只是美國一直在佔領著我而已 對 站領住 好 沒問題嘛 好 美國佔領台灣的法理依據 我就沒看到美軍了 對吧 我們一般都看不到美軍嘛 只是說 我們要用一些現象來觀察 美國在台協會ART 新館 佔地兩萬坪 ART當初在戲路上 就好好的啊 為什麼要再搬到仙館 他好像請了三四百位員工嘛 因為我們要去 美國要有簽證 要 要interview 一個一個一個人 interview嘛 跟你說 所以說大家一大堆 像戲路都會排到外面 都會面談 可是這兩年來 就有電子簽證啊 所以我們就沒有interview了嘛 他說他 ART裡面的人 在裁人員 你知道嗎 好像剩不到一百位而已 那表示說 一管 就像我們是老闆 藍工 亡工越來越少 我宿舍就不用這麼大 我同學就不用這麼大 嘛 奇怪 他們 又來佔地兩萬坪了 因為裡面 ART員工變少很多了 其實他們就是他們 他們的軍人要去賣 ART花了62億 全球最貴 全球最大是那個 伊拉克的那個 大使館 那土地很大喔 因為伊拉克人 他會用那種 汽車炸彈 你如果那個路 他都弄彎曲的 不要讓你一直衝 就衝刀了 而且他有三層 外圍內圍 裡面才是真正的大使館 受傷 佔地很大 最大是伊拉克 最貴是台灣的 裡面的建材 全部美國進口 而且是全部都是由美國 因為我記得 美國做那個 好像是做 新的蘇聯的大使館的時候 英勇建材 摩摩托空的 又進來空 聽說摩摩托都 躺很多的 切聽器 整個那個 大使館都有切聽器 所以他們好像是 又重蓋了 還是用那個隔離的 把它隔離起來 他們這個教訓 因為美國有這個教訓 以後 他的建材都 會從自己進來 也不讓本地人蓋 這個都是 美國人建商自己蓋 前陣子有抗議 那個 台灣的抗議說 美國大使館 不給錢怎樣 有沒有 其實那個是做 外圍的那個 什麼什麼 環保的水溝 你知道嗎 外包的 他們抗議說 錢不給他們 其實美國是有給他們錢 只是跟他們所謂的 那個薪資結構不一樣 好 這個我講一下好了 當初 一般我們 做水鍋 做工程 都會算 一個人多少錢 美國 美國公司 美國錢還大 來台灣 九天 那建設公司 就過來 毛了 他可能是 他說 那個薪水是 那個 他好像是說 薪水是 國民平均 薪資的 兩倍還是三倍 我忘記了 兩三倍 當然我們就開始做 最後的時候 要一半 他就 那一半 你怎麼會減這麼多 然後 美國公司也 就是這個錢 當初就是這個錢 我們昨天 就是一萬一萬八千多 一萬九千多 他說兩三倍 至少一個人 工人又要好幾萬 結果他給我們錢更少 然後我們台灣就告到美國去 所以他不講信用 後來美國法官就 就說 就說 就好像是給他警告 就說 他不然你生前拿出來看看 你什麼人 他哪出來是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平均 薪資是多少 他給你幾倍 就 有核啊 那我就吃嫩虧 平衡沒有回來 你知道嗎 這個是事實喔 有人知道 有人不知道 所以說 外國人是跟你當作中國人 你如果拿中華民國身分證的人 你就是中國人 中國人多少的薪資 你就是多少薪資 美國人就拿那個薪資 他講哪句話給你創工喔 哈哈 欸 這事實 這真的 好像是鄉民建設去老的 我用 要我巴桑自己愛愛求 我記得是鄉民建設去老的 我記得是鄉民建設去老的 內務新館的 現在快蓋好了 在外觀的時機 裡面有 挖空喔 內有在那邊 挖到很多電影 可以開戰車 你外面也看不出來 牛排大概可以看到出來是 好像是一個 有個角落是那個 黃衣的飛彈 這好像是營區 有個軍營 對 陸戰隊 陸戰隊 有 我記得這邊是好像飛彈 這是雲區 對 陸戰隊 這是組建組物 我記得還有一個雷達 在哪裡 好像這一個 還是這一個 還有一個雷達 然後有個飛彈基地 飛彈的發射台 好像有兩個飛彈發射台 這個也是 他是用租的 租949人到949人 AIT的內務新館 九十九年 那是 陳水扁阿扁有租給他們的 用福爾摩殺經濟會的方式 做抓他們 嘿 我被報名 有電站中心 防衛通訊 以後就是 美軍重要的東西都會來 這個阿扁2004年的時候 還要 要共同嗎 如果美軍沒有佔領我們 如果我們是自有自主權 那邊做什麼 做什麼 為什麼 都是美國在那說三道事 說我們不可以公投 美國是民主自由國家 當初公投的時候 美國有審閱 偶然阿扁就用皇帝信的公投 美國才同意 美國才同意 那為什麼不給英國 日本 美國看 那個法國看 甚至給中國看 其實他就是我們主人 他現在是主子 他有主權 管轄權 不是主權 他有管轄權 我們要還戰爭債 然後 那第三 我們改靠台灣 台灣有 有什麼天人家 還有 欸 美國人都會自己來 不請自來 那時候 有馬英九 那次 八八水家說 各國都說要來救援嘛 馬英九我就說不用阿 結果我那個 報章雜誌有披露出來 那個外交 說我們不用過來 披露出來 把他爆料 說我們不用外國人來援助 那時候這樣 不給外國人援助 結果中國那邊好像蠢蠢欲動 想要過來救災 如果他們過來救災的話 那 意不一樣耶 好像是我們是他的內地 你知道嗎 把國家都沒辦法來救災 中國可以 那就有問題了 好像有放出這個消息 結果那 那 那個時間點 美國就不經過 中華民國同意 反正基地 就飛下去了 宣誓他的主權 就是宣誓主權 這個 有點像是 最近不是有兩台F-18飛機飛下來嗎 它是有武裝的 不然我們不能開港 我們公眾方面 一般 一個國家 空中的領域 不許有武裝飛機 飛過來 因為你不知道他那些飛機 到底什麼東西 我說的 我說的簡單的 他這樣 像美國就直接飛下來以後 飛在我們的軍事基地飛機 飛彈上面 空軍基地上面 如果 F-18那兩台飛機 都是裝了盒子彈 然後引爆了 那個基地不完蛋了嗎 是不是 所以 真的 主權主力國家 不會讓你飛下來 啊我 我緊急 我要求救 那OK啊 你去美國 你可以去中國 你可以吃日本 去納霸 可以去琉球 那一定不會來台灣 因為講回來 他們會飛下來 那你應該尊重我方 我們的IDF 還是我們的F-16 趕快飛空 飛起來嘛 然後 然後 然後迎接嘛 看他有沒有帶什麼 盒子彈頭啦 然後引引引他進來嘛 然後 也不要拿去青年港 也不知道去哪裡 去那個最偏遠的 像有的 過程是 帶他到什麼地方 然後比較偏遠 比較沒有站立位置的地方 讓他著陸嘛 監視他跟他一起平飛 一起直飛 然後下來 可是美國不是 他直接就下來了 這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還是讓他管的 對不對 不然怎麼這麼沒有公里 那有的 甚至呢 伊拉克還是跟那個 西里亞飛機 看他 親密人空 所以飛彈就打掉了 就擊落了 對吧 後來 還是中國來 日本來 我們如果是主席國家 發射飛彈 還跟他講 講那麼多 999 緊急這樣 緊急這樣說 他說我不允許你 要找別的地方 對吧 不然你也說 當外的人 上去看 我的飛機上來 看你這個 你這個飛機 到底有什麼意圖 有沒有放什麼很重要 我核子彈頭的 的武裝 載彈什麼 對吧 還是說 他們進步的武派 你說我的 引擎 撕下一個 能看 兩個都在砰火 那兩個演技都在罵火 怎麼還會有撕下 對吧 因為看了 真是謊言 就是要有敵意嘛 就把他打下來嘛 這才是個國家正確的做法嘛 我們台灣好像都不是喔 他飛下來 就讓他飛下來 還不經過他們同意 不經過我們這邊的同意啦 像說 那時候包包水在的時候 他是 他是美 他說他比那個時候 我是美軍 美軍是國王不管的 然後 派軍艦 飛軍機 物資 物資 救援我們台灣嘛 這表示什麼 如果是國家 跟國家的話 一般都是行政嘛 我們行政制 司法跟監察 我們這個 通話 通話 公國的那個嘛 就是 救災 都是行政單位做 行政就是 美國 美國來說 應該是國務院 因為 因為 救難總署 什麼 上路是來的嘛 可是我們這個不是喔 我們是 美國 美國軍艦什麼什麼都載過來 美國軍是屬 國防部的 所以我們是軍事管轄 國防無關 美國人 國防無關 不是國對國啦 國家跟國家 他們是救難總署 會發放物資 你注意看美國人 他們 救助援助海外的那些國家的話 他們不是用國防部的名義 他們都是用747啦 用些飛機 都是用他們那個 國務院他們那個 行政單位的命令過來的 我們不是 我們是國防部執行過來的 這 這 這等於背下來的那個 這都是有詐騙的 這個 美國 美國的國旗有塗掉 前陣子 這好像松車機場 西遙山洞 飛下來的 前陣子 以前 幾年前 他們飛下來都會把 他國旗的標誌會塗掉 這次就沒有 這次那個F18就沒有 他表示說 泰式越來越明顯 他們想要直接讓台灣 這個可以看得出來 海軍 海軍 所以說他們越來越那個 所以說他們越來越那個 主要是說美國就像23條A 美國是主要的軍事佔領全國 如果說他是主要軍事佔領全國 表示說他有 他有義務要照顧這片土地的佔領區的人民 所以他移到23條A 救助台灣 就好像說當初飛彈危機 阿非白說一邊一過嘛 選舉是說一邊一過 結果 結果阿公那邊就 宣佈說他要四射飛彈 在基隆跟高雄外海 那時候就是很緊張嗎 可是在台灣 報紙新聞都不寫 他只是寫要過來 所以要打我們 可是你看話中文字 齁 你如果看那個 紐約時報中文版還是那個 NHK還是看那個VBC 中文版 齁 那寫的是 戰爭一觸計劃 台灣人都不知道嘛 稍微有點無知就是幸福 但是 你們想過嗎 結果他就有兩個 兩個航空母艦 一個在高雄一個在高雄一個基隆就 高的 有沒有 我們沒有要求 美國官部就派人給航空 那個航空母艦 就過來鎖住台灣 台灣人有沒有想到說 他奇怪 美國人怎麼 這就有心了呢 救助也來 啊 五輩都他們現在也來 啊就是他們是 他們是要保護人嘛 齁 啊也是因為救金合約啊 主要要賺點全國 齁 你說 金金可以使用他們國領土嗎 不可以嘛齁 齁這個啦 這個這個我給你講一下 這馬英九 馬英九有就就職總統的時候齁 以前美國人都來參眾議員 派代表來來公進合嘛齁 啊就是就是他那一次他就職的時候齁 早上10點要就職嘛 啊他們就飛飛下來 可是在晚上的時候才早上7點才 飛下來 不甩你 你知道意思嗎 不甩馬英九 他10點會就職 啊他們會補7點再來 真的意思嗎 不過他也是要飛下來喔 他也是飛下來 啊這還代表一個含義啊 美國國議有下命令說什麼 美國國 美國官員不允許參加任何的 中華美國任何的國慶呢 什麼節日什麼什麼 你們知道這件事嗎 有齁 有人跟你們說過嗎 沒有 有 我那個 我那個 巴威爾美國以前的那個會打仗那個將軍啊 回答 回答個記者會講說齁 美國不承認中華民國也不承認台灣 是主權獨立國家 而且齁 不允許所有的政府官員參加有關於中華民國的所有的節慶活動 或有這一條 或有這一條 所以他們雖然說 邀請但是他們要來但是他 不參加 所以他晚 會保得到 我們國慶的10號 10點要做 就是有點吃軟釘子啦 因為因為政府官員如果還繼續參加表示還承認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 已經不承認是一個國家 已經在貫徹執行這個命令 也是因為我們政府有告他啦 這樓下 就是羅斯雷停了 國有黨籍的 住本19年了 結果他下午才來 撤橋對 這個這個也很好 有一次是那個 日本 那個核災嘛 三一核災說很多的 國家在日本的外交都會撤橋 美國的僑民啦 他們 他們不去韓國 不去菲律賓 不去那裡 他們大批外交都直接來台灣 那時候就 ART的官員直接來那個 機場 台灣機場 自設一個海關 通關 讓他們邊通關過來 讓他們邊通關過來 那時候就有一些影響嘛 像說那個 姓北 那個叫什麼名字啊 我們副總 我們副總叫什麼名字我忘記了 我跟他說什麼 白差異那個 說 ART需要 你說我不是說 這有錄影 那個 他有說ART的人都去弄那個 那個撤橋嘛 結果美國簽證都中斷嘛 結果那個 XXE就說 那需要讓中華民國來幫助你們 其實我們靠北都不知道 不明就里 其實是ART人員都跑去 重鎮機場 自射海關 去做一下通關 所以把ART的 空氣都等到旁邊 那個 白差異 都會說 讓我們中華民國來幫你們 你就可以回來 我們那簽證不要領那麼久 還是不要 這業務 業務 delay那麼多 我對你說這個 這個就是 上次的事有 你有想過嗎 他們真的是 他們真是有 有在 有在這樣喔 這個照片喔 這是是不是喔 ART喔 這桃園國際真正 台湾人有的人都不知道喔 都不知道喔 這很可怕耶 你知道意思嗎 你去一個國家要 要國家簽證 不然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犯罪 要來我國家 別的國家進來 我正在一生 變成犯罪集團 還是什麼黑道 對不對 申請簽證啊 如果說你是免簽證 比如說你的國民 很好 素養很好 都讓你免簽證 你們進來也有出去也有回去 然後這個人數都很正常 有免簽證 相信你家 你的國家 你的人民 免簽證 這個就不一樣喔 他直接進 中華民國 台灣的 門口 進來以後 就住在台灣了嘛 喔 要去 Hotel 或什麼 要住 如果是有簽證 有什麼 我都知道 台灣幾個美國人 在台灣幾個美國人嘛 在台灣幾個法國人嘛 英國人 都可以知道啊 他們自製海關 人不進來耶 我們沒有這些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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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點荒唐對吧 問題是 美國人就是 就是老大啦 他們知道嘛 他們自己人有定義嘛 中華民國沒有定義嘛 還有美國人有定義 對吧 他有電腦 拍手空在拍嘛 有沒有 他拍手空的 computer 那個notebook在拍嘛 他拍 他有尊重力有沒有 不用尊重力啊 你是會腳手 他就這樣做了 你是他的 他的附屬嘛 他就這樣做了 他用去關島 蕭宇啊 對嗎 他就去桃園機場啦 製設海關啦 台灣人有的 都不知道喔 我說就連聽 好再來 要解釋了 無權對上 是執行管轄權啦 主權 管轄節的主權 是在美國啦 他贊贏 贊贊贊贊贊贊贊 所以我們 無權利 他給他 過問啦 啊不然 要是 那是那個人說 來你們島 怎樣怎樣 你就去 就去 他看著 對不對 哎唷 台灣人哪最好 其實不是啦 是真的 他們 他們是主人 他們有管轄權 所以中華民國是 代為管轄 真正的管轄權 是美國 比他管一吉 啊我們台灣人是 跟起來 中國人管 所以我們台灣人是 兩吉祖的 會比較那個 台灣人很可憐 lı got 這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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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 聽他走就走 他不需要問那個看門犬的意見 你就知道我說這個講得很明白 這隻就比較有意義 它有點土調 這比較早一點的 這隻是那個加油機 K-135 K-C-135 K-C-135 它就是空中架的飛機 所以說它都 飛機上有裝很多的油量 所以很重 很長 它那次在松山機場 也是直接飛下來 打個招呼說要飛下來 就飛下來 問題是它有一個美角 它是順風 它是順風 而且它是最重 它這樣來幹嘛 它來就是要去這個 飛機的跑道夠不夠長 它的風順 一般飛機要逆向 逆向 然後它是順風 它是順風 順風就是 所以說它飛是最長的 起飛的距離是最長的 一頭一氣 四跑道 它在四跑道 喔有啦 2011年比較久一點的 所以它的國飛 有塗掉一些些 哇 中華民國的家喔 它還尊重你一下下 現在F18都 它的那個都不塗了 以前都是有這個 這個共識 現在開始都沒有共識 美國的共識了 美國國會都會出現了 我剛才說台灣關係 台灣關係的第二條 V6和C規定 維持台灣人民安全 與社會經濟的行動 維持美國的能力 美國什麼能力 就是維護台灣人民的 安全與社會經濟制度 的活動 就是要抵抗任何的武力 或者高壓方式 維持人民的安全就對了 這條 這樣說 這樣就聽不懂了 比國要有那個能力 維持這邊的安全 所以說它 它在管我們 就是美國是照這個 這條美國的能力 用這個 那個下 能力的 所以 因為有那一家 現在power 下一個 好 banget 利益 有權利和義務 我剛才說過 主權有權利也有義務 我們就說 我們台灣民叫我們去做兵 叫我們去落稅 那是什麼 那是義務嘛 那有什麼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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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受教育 對不對 權利和義務都會同時存在 自己有這些思想 我們是高級班 佔領有權利 有佔領的義務 這個我剛才說過 台海危機嘛 借護台灣 沒要求他們來 他們自己就來了 韓國母艦 他們的建制 不只是一艘韓國母艦 他還有護衛艦還有潛水艇 還有一些警戒的船艦 他用兩群 韓國母艦來管台灣 來過台灣 你說過台灣 他就是維護台灣安平 沒有戰爭 可是大家好像 有時候 美國保護我們是應該的 但是 去歷亞在戰爭的時候 伊拉克在戰爭的時候 克爾特在戰爭的時候 美國從來沒有主動出動 他的軍眷去保護他們 免得他們發生戰爭 所以台灣人太多 對啊 美國從來沒有主動來保護 別的國家 好像唯獨台灣 對吧 好像台灣好像 對他好像有一層的關係 但是又很模糊 我們不知道 我就是把這些講出來給你們聽 我剛剛我們什麼事情 要剪就剪了 剪掉腰 趕快贏一層 好 欸 講了 喔對 好來 台灣人是 他就來台灣人是 剪掉了 好 我那時候我 那時候我看那報紙 都沒剪嘛 我稍微在那邊是緊張 跟他在腳回來說 我要戰爭 大家要戰爭 你不要緊嗎 沒有啊 沒有啊 沒有 大家都傻傻的 好像沒有什麼事情 那他 巡邏台灣人是 台灣人是 欸 台灣人是 中文你們知道嗎 這個很重要 台灣人是很重要 台灣人是很重要 我解釋給你們聽 像 一般的 郵輪 貨品 如果 美國是從太平洋這邊 太平洋這邊 他直接過來 如果是中東國家 要石油的話 尤其是日本 韓國 他們石油 也是這樣 照個線跑的 他們不會這邊跑 為什麼 因為這邊就是 菲律賓 菲律賓的國家 有超過四千個島 比較大島有兩千多個 菲律賓最有名的 也不是最有名的 最長久傳統 就是他們的海盜很多 海盜 海盜 你們知道嗎 不是一索 不是索馬利亞 欸 你有看過那個電影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海盜 有沒有 菲律賓的海盜很有名 他們自古 就 因為島很多 所以說 很多島都 都想政府管不得到 都去 土不潭 去用手 所以說如果說 台灣人海峽失去了以後 他們的郵輪都要經過 菲律賓海的話 就不安全 尤其他們會把 真的會把 油船 油輪都 截去 然後再黑市賣 喔 所以整個 所以日本 跟韓國的 那個 石油的 那個航運 就受威脅 啊 結果 中國台灣是最安全的 美國也不願 持續這條線 啊 如果說 阿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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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們 萬一把我們 弄去的時候 他這樣就這樣 對 崩潰 你知道嗎 說台灣很重要 不是 我們今天說 那真的是這樣 欸 經濟學人 他們在講 其實 就是這樣而已啦 沒有什麼啦 這航運 要是被 被人家中斷 卡掉 要從別的地方 菲律賓海 巴士海是這樣 喔 那個航運就非常的危險 我這就說阿扁啦 好 那時候 兩千年阿扁當選 好 那聽人也說 就職的時候 聽人也批評 我們台灣人 那時候 還沒有知道這個法理嘛 啊 結果 知道以後 又不見了 那個 民事長一段子不見了 啊 兩千年喔 阿扁在那個 那個 就職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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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人 台灣有國際生命 我們兩邊聯絡國 很高興 我們有 有望啊 叫 夭壽 啊 不要說這 白天 結果阿扁起來說 嗯 台灣不能怎樣 台灣不可以怎樣 台灣不可以那樣 啊 啊起來就是要怎麼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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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要走出去 台灣要公投 結果憑著貶一上台,通通不可以,事不宜沒有 那台獨大老,自己也配音 臉都不想看他,因為那孤老 我都看到表情,我都知道 那阿貶,怎麼算你起來做通通 不做就說我現在也不做,那也不做 阿習到底是在幹什麼 真是有時候要罵出來 那時候他不知道 原來有苦衷了 你看,不宣不談獨立 不路線,不公投,不變更國號 不費同名跟領 要求,這好像都是我們台獨人士要做的 阿現在我們這些人有聽過以後 我們就是一百分,這個應該的 對吧 阿現在說中華民國要選總統,美國人叫我去面堂 我一定是一百分 你知道嗎 欸,美國人要是 欸,台灣人要選,還是中國人要選中華民國總統 還是當選後都會去趟美國,你們都知道嗎 不知道,有點sense啊 有的是當選以後還沒就任之前去趟美國 阿有的是要選之前去趟美國 就是跟美國的一些人員接洽 然後問一些問題 小英也被問過 要送一片大國旗 你們出局班有送國旗給你們嗎 都一樣 他們也送個大國旗給小英 也問小英這問題 說中華民國是什麼 會問他 會問他 像他也會問這些 我們不可能 不可以公投,也不可以獨立 也不 不用變更國號 那是不是我們的國號阿 中國是中國阿 中華民國是中華民國 台灣是台灣阿 所以我們就看得很清楚啦 大家說 所以美國79年的時候承認中華民國斷交 跟中華民國斷交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會制定台灣關係法 取代 取代美軍佔領台灣受情書 這個台灣說過了 這都由美國人造法理來 他們真的是民主制的國家 他們叫獨立來 也升一個 法律出來 會制一個法律來管理 他們是依法治理的 依法治理的國家 他們是法治國家 對 我剛好講過 台灣管理當局這句話 不是 不是外國的 是真的 沒有 你簡直上去上AIT的官網 www.art.com.taiwan 你進去以後看 右上角有個那個條約什麼條文 一按下去就會看到台灣翻計畫 它是中文版的 它有翻譯 你去看 你就會看到 啊 台灣至於當局 你不敢說 所以有的 國外的 像那個 BOA有沒有 美國之音那個 新聞報導 它都 它都講 台灣當局 所以有的 媒體都講台灣當局 台灣當局 就是照AIT的那個 台灣關係法的講法講出來 其實台灣當局最正確的啦 因為它不是國家嘛 對啊 它不是國家 其實甚至說 其實說 最正確 它也不是流氧政府 它只是一個管理當局而已 像說 當初 我為什麼敢講說 它不是流氧政府 最正確啦 ROC 它中華民國不是流氧政府 其實 但是大家還是 認為說 它是 但是流氧政府 當初那個 因中華民國 亡國的時候 總統不是蔣介石 他已經下野了 如果是個流氧政府的話 應該是他的總統 還是他的總理 他的頭頭 他要跟著這個政府流氧出來 可是沒有 那時候他總統是 陳中仁 好像陳中仁 李中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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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謝謝 李中仁 李中仁他在亡國的瞬間 他沒有跑來台灣 他是先去香港 然後轉轉再去美國 政革來講中華民國 其實是王國 但是蔣介石 他有帶一些他的代表 過來台灣 不然 真正來講 其實他連 劉中仁有資格都沒有 但是他有帶他們的一些民意代表 然後他什麼什麼 複刑事事 我都自己自己問 我也在台灣什麼叫做複刑事事 我自己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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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總統 其實不是 是因為他簽了這個委託書 委託代委管理台灣 所以說他不稱中華民國 他是台灣管理當局 台灣當局 所以一般的 不過做 我下台灣當局當局 就是講中華民國 什麼 這兩千年的時候 阿扁做總統 那是他們要卸任 他要有一個 預算演習 兵推 又有邀請馬英九來 可以馬英九 拒絕啦 還說AIT 楊蘇利跟美國 有一個銀報 我們一個銀報裝甲車 給互相指揮所觀察 我的冰推 怎麼會叫外國人來看 那蘇聯人在冰推叫美國人來看 很奇怪 他是主人 他是中華民國主人 所以我們有很多法理依據 和跡象都看出來 剛剛我想說有塗銷 塗銷這個 有塗銷國灰 在這裡 這看不太出來 這有塗掉 這看得很明顯 是 當初都是 10幾棵 像中華民國有說 都說出一些有的不的理由 因為美國人 因為當初 民政委告的時候 有跟美國人問答一些問題 要求一些問題 他有說 美國恐怖組織的一些定義 不是國家 有武力 在當地真兵 就好像是開打組織 或是阿富汗一些反抗軍 看你小朋友死去就把你爭兵 把你抓來做兵 有錢 他們也不是政府 美國定義就是恐怖組織 那美國就是 他們的國務院 他們的定義就是這樣 這樣我們秘書長就訪問他 中華民國 你們定義是不是不是國家 對 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台灣也不是國家 那中華民國有沒有武力 有 他有沒有武器 有 他有沒有在當地正兵 有 有 那像僑股跟大招肚的結婚 那 那 這是恐怖組織嘛 中華民國是恐怖組織 你知道嗎 後來就叫下令了 開始就不要真兵嘛 對吧 所有武器都要把這個 國威吐掉 表示說不隸屬中華民國 這辦法很重要 在國際戰爭法上面 你的飛機 你阿嬤可要很清楚喔 像美國飛機 還是 阿共的婚姻都在那裡 紅心 那個要辨識 那是要辨識用的 這個 這個也是要辨識用的 要辨識讓人 要看出 你是哪個國家 是敵人 打戰的時候 要看清這個是武力 是對方 你才發射砲彈打 你不要亂打 到別的國家 還是打到別的人民 是打到別的不相干的部隊 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這個 這個國家的標示 這個 就要很清楚 喔 這低四度的啦 怎麼 哇 中華民國的改靴很厲害 他們很厲害 都有一種講法 阿 其實是 美國夏令 這樣塗掉的 阿 就塗得 看不太有 喔 這是 2012年的 這不明武力耶 你看看出什麼 他說 美國 欸 有一台 一台那個 直星飛來了 他辨識 嗯 沒有那麼多的標記 阿 恐怖組織 阿 就打下去了 你知道意思嗎 這個 這個 很重要 齁 我剛剛講的 不是國家 用武器 再當真兵 恐怖組織三腰劍 這是美國 國務院自己定義的喔 剛好 哈蘭啦 哈蘭的中華 中華民國 那些民 民黨的民 這個是 阿扁啦 現任前有四次飛彈 那個時候 國王部長 我記得是我們台中 那個 蔡明憲 蔡明憲 這有這個新聞你們都會 其實你們早都會找到 你在卸戀前的一兩個月 我發射個飛彈 那些我們說 我們 我們發展忠誠的飛彈 有喔 那些 王清平喔 啊 講人民 就是 就是 有沒有人說 他打我們的話 阿公給我們打 我們也可以 飛彈打到他們的 那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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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江三峽那個 水壩喔 趕破壞 讓他們 受傷更嚴重 就是 就是那個 刺蝟啦 刺蝟作戰 他把他們打很過 我打一個很痛 就把他的三峽水壩 把他炸破 但是三峽壩在台灣之間 是很遠的 表示暗示說 我們有這個能力 可以做這個飛彈 打到那邊那麼遠 阿就美國就來關切了 那一個 一個國務院的官員 特別來 付台灣國務部長查證 那是你的門 蔡平縣 蔡平縣說 他承認有 說台灣也有那個能力 發展忠誠的飛彈 可以打到長江三峽那麼遠 有 可以 阿但是我們 他解釋說 我們這個是防疫的而已啦 對啦 對啦 蔡平縣 這個有寫 蔡平縣 但是 是防疫不是攻擊 阿你相信他的話嗎 這有與病你知道嗎 如果你要防疫 你幹嘛 弄那麼遠的飛彈 當然 當然 攻擊就是最佳防禦阿 對吧 攻擊就是最佳防禦阿 請你有這個能力的耶 你有其實有 真的有這個能力 我們有這個能力 美國就馬上要關切阿 表示說 我們也可以 啟動戰爭阿 就像我們F-16 我們什麼是J-79 他的航程都很短 飛下去 然後飛一飛就要回來 不可以說 飛過台灣小孩 再到中國內陸去投彈什麼 如果投彈一次 他就飛不回來 他就危罪了 因為油浪不夠 美國都是蠻有防禦性的 那個飛機都是 飛很短程的 飛彈也一樣 飛彈也一樣 說美國軍事管制發展國家 剛剛我們是 我們弄中程的飛彈 美國過來關切 其實韓國日本都有耶 韓國日本都有 韓國他呢 他也有發展飛彈 他 聽說是可以跑 打到 300多公里 我記得好像可以打到300多公里 結果美國人說 你可以打多遠的話 你彈頭的彈藥 那個炸彈 那個彈 那個彈要的彈數 不可以規定他 不可以放多幾彈以下 我最不記得 那個 那個都有規定 日本也是一樣 日本他也不發展核彈 核子彈 像說我們台灣 跟韓國都一樣 飛彈射程都被他控制住 被他控制住 被他控制 核武延制也是 韓國不發展核武 台灣也不行 日本也不行 但台灣 應該講不是台灣 中華民國有偷偷的在做 有 在清華大學有 有那個 林毅縣事件 你們知道林毅縣事件嗎 他是 是一個核彈所的副所長 投誠 原來他是CIA的人 他把一些報告 那時候是蔣經國 還沒試鏡前 發生了一件事情 那時候就是 林毅縣在美國的時候 做到CIA的吸收 然後回到台灣以後 回到台灣以後 就來中華人工作 做到副所長 那時候蔣經國 下去做發展核子武器 做做做 跨成功了 然後就是 把那個核子彈頭 拿去南北四爆 結果就被人家 在半路炸掉了 然後過一陣子 過幾天以後 美國跟那個聯絡國的 核武的管制的人員 在台灣 把所有的核子設備都拆掉 然後那個 核...核...核... 核...核... 核...核... 灌水泥 把它灌掉了 然後才離開 然後林毅縣這個人還活著 在美國 還在美國 還在美國 聽說蔣經國 氣勢了 有七孔流血 那真的假的啦 台灣人死的時候 是七孔流血 還有 暫時指揮權 這個是在... 那個...韓國最明顯 韓國 他有... 韓... 在那個... 三十八度 那個... 那個... 將軍是韓國人 啊... 副將軍 副執官是美國人 可是如果在作戰時候 那個... 副執官會... 會起來指揮 那個將軍 然後作戰 他本來說 指揮群要回歸啦 但是後來有一些... 一些... 他有個... 他有一些... 的那個事件 造成他們... 結果說這樣不好 就是... 一個... 一個... 一個船... 天安艦被水裡造破啦 還有什麼炮擊 那個... 沿兵島的炮擊 他又... 他又把他拉... 援說 還是由美軍來指揮啦 所以我們飛彈啊... 我們飛彈啊... 我們飛彈的射程... 被控制 也不能做核子武器 戰時指揮權 其實也是美軍在控制啦 這些... 日本、韓國... 台灣... 這三個國家都有 啊... 自己想看看... 這三個國家表現什麼 其實這些都是以前大日本帝國 你注意看是不是 對... 這都是大日本帝國 以前韓國 也是大日本帝國的喔 好... 你們知道啦... 包含那個什麼... 滿洲國喔 中國美國有的滿洲國啦 以前那個東北 像我們想那個... 什麼... 什麼將軍說 一直把東北打回去喔 那個將軍... 其實... 其實... 有滿洲國喔 有喔 應該扶他抓過他喔 請他過來 就建立他們固的領土嘛 做一個滿洲國出來 啊... 其實那個是日軍天王他們扶持的 好... 好... 喔... 這個... 這個... 這當初就比較有... 喔... 這... 中共喔 一打... 什麼... 一戰古林頭 有沒有... 再戰打二戰... 第一次戰爭就是古林頭 喔... 這是古林頭 古林頭戰爭的時候喔 其實這個... 有歷史淵源喔 他為什麼會打贏 因為蔣介石發覺到說喔 他是... 黃埔軍校校的校長 你知道嗎 知道嗎喔 他的教務長 他的... 有點像是副校長 什麼人 你知道嗎 就是祖恩來 欸... 你們知道祖恩來嗎 有聽過啦齁 祖恩來齁 阿黃埔軍校是誰蓋...誰建的 不是 那個... 黃埔軍校是... 是... 蘇文書要蓋一個... 黨... 黨的... 軍隊的學校 然後講 然後就誰來製作 誰來做 是... 蘇聯人 蘇... 蘇... 蘇聯人... 俄國人... 蓋的 所以說黨軍... 共軍都是... 中國軍 其實... 真的是這樣 他們大部分都是... 黃埔軍校出來的 很多... 當初在... 蘇聯縣之前齁 很多人也是國民黨的... 黃埔軍校的人 然後反... 反叛 所以他們都... 他們都是這樣... 自己兄弟在那邊打下去 阿他同然... 從... 就是... 一開始就是那個... 受到蘇聯的軍事訓練 蘇聯是... 捐地... 捐設備... 捐武器... 槍炮都來關啊... 黃埔軍校... 黃埔軍校這樣子... 所以說... 他本... 他沒... 撤退... 或是要打的時候... 你知道我戰略... 他也知道他的戰略... 所以... 那時候講... 就想說... 白白都... 黃埔軍校出來齁... 我要做什麼他知道... 他知道我要做什麼... 可是齁... 這樣的話... 都是會對打敗... 你知道嗎... 他說都被打... 他要做什麼... 他們都知道... 就是說... 欸... 不行... 他那時候就是... 剛剛日本... 打... 打敗仗嘛... 可是日本軍齁... 在東北你知道嗎... 有一個將軍很有名... 他就唯請那個將軍... 來... 金門古林頭那邊駐守... 然後請他部署... 請... 請日本的... 軍官的將軍... 來... 告古林頭... 重新部署... 他就用口袋戰略... 衍起來... 那時候... 中華人民... 中華人民共和國... 沒有戰艦... 他們都是有... 萬艦... 喔... 很多種的漁船什麼... 漁船齊發... 要等到古林頭... 那時候漁船... 啊...那個將軍就是... 驚怕輸還能進來... 那就登陸... 啊...然後有快艇... 比較大... 我們中華民國... 他們那時候中華民國... 有在... 有快艇... 跟他放油... 跟他飛燒... 跟他用軍艦... 把他打... 整個鎮都燉了... 啊...他進來以後... 口袋戰術... 他在側邊... 就一直風... 就打贏了... 啊... 那個那些將軍... 那時候我聽... 也好像有出書... 我們就是他講... 他是白軍... 那個將軍叫什麼... 欸... 喔... 根本柏... 根本柏將軍... 他來台灣... 化名叫做... 林本源... 他們是白軍... 喔... 就打贏了... 古林統... 喔... 那個... 東北那個將軍很厲害... 喔... 就打贏了... 而且... 齁... 那時候... 有曾兩個師... 有曾... 兩個師來... 金門... 都是... 台灣人... 那時候... 強迫真兵... 台灣人駐兵... 然後就... 就聽... 那時候台灣人... 才... 到日本情形嘛... 叫我們爬爬爬... 奮勇向前嘛... 等到那個... 中國軍過來... 因為他們打... 打輸了... 打輸了... 反而他們... 不... 也確戰... 他們... 這個都有歷史紀錄... 反而他們會躲在... 中國... 還是說... 他們不會用他們的人... 因為說... 那也同胞... 叫他... 都叫台灣軍... 兩師... 打輸了... 打輸了... 而且... 換一個將軍... 好... 你說中國... 他說長勝... 我都不太相信... 其實... 怕... 跟... 日本... 打都打輸了... 如果他們長勝... 就... 就... 他... 不會失掉中國大陸... 對吧... 他們都會打輸嘛... 欸... 中共只打... 金馬... 不敢打台灣... 這答案很簡單... 你們知道嗎... 對啦... 我跟妳講啦... 金門馬祖... 是福建省啦... 福建省是誰... 是中國人的土地啦... 中共... 對啦... 中共啦... 其實... 是中華民國的啦... 中華民國的... 其實也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好... 自己都要清楚嘛... 齁... 台灣是台灣... 中華民國不等於台灣... 如果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那中華人民共和國... 也等於中國... 中華民國也等於台灣... 我們台灣就被吞變了... 所以要記得... 台灣不等於... 中華民國... 所以台灣也... 也不可能等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台灣大家清楚... 一邊一國... 欸... 有道理喔... 甚至應該講... 兩邊兩國... 那一邊是一個國家... 我們這邊以後... 咦...我們這裡是日本的... 對不對... 兩邊兩國... 啊... 如果他... 他打了台灣就是... 國際戰爭... 日本人在打他嘛... 天王的土地嘛... 美國人... 不敢... 撕掉台灣喔... 怕輸... 沒有台灣要需要... 天王說... 啊...我台灣的... 把他拖在身上... 他就... 換他拖鞋來... 不是要... 換他... 生個土地還給人家... 所以美國會... 真的會鐵定保護台灣... 齁... 大家不要懷疑... 美國人真的會保護我們... 雖然說我們... 嘖... 這樣就好了啦...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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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得去的國防友... 站得去的國防友... 站得去的負責... 來... 好... 蔣介石... 在新台湾裡面講... 最後結論就是... 其實他就是軍事總督啦... 哇... 蔣介石他也有牽制喔... 代...代為管轄台灣喔... 他也有牽制喔... 前陣子民主長說... 美國人來看的資料... 欸... 有看到蔣介石的前置... 有... 他很確定... 因為他是軍事總督啦... 所以我們在哪裡... 我們看那個... 蔣介石的... 郵票... 還是... 他穿... 其實他知道他是... 他是美國軍事政府的... 的代理人啦... 他是軍事總督啦... 所以美國人來的時候... 他...不管怎樣... 他都是... 他上班都是... 全... 正式場的都是軍服... 偶爾會穿下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中山狀... 那是... 去那山去... 那賓館... 還是去... 去... 去南部... 那個... 去渡渡的時候... 去渡渡的時候... 還會穿那些... 那些... 他正式場都是川軍服... 他是軍事總督... 嘿... 這人也很疑問... 欸... 不怪他... 也... 就... 來台灣... 吞他... 這一個... 他的組織... 羅斯福總統... 愛生... 喔... 愛生好... 羅斯福...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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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1949年7月 接近中華民國王國的時候 他就跑去 那邊有訪問 可能親上訪問 準備要下台了 這個流亡要逃亡 來這裡挨拶做 那是他穿什麼 穿西中 這次是去韓國也是 那次去韓國好像是穿 也是穿便服 穿西裝 好像那時候是第一任總統 李承晚 那個韓國第一任總統李承晚 也跟他見面 那時候他還是穿西裝而已 以後我們通通是 拜託一下通通是軍裝 你看到詐騙都是這樣 除了是便服 請求中山莊 披的那個什麼 黃蛋的被 防風 披風 那個是防彈的喔 所以說 我剛剛講那麼多 就是說 那個跡象跟法理的證據 說 美國 就是我們佔領台灣 美國是法治國家 都依法行事 他們說 台灣關係什麼 沒什麼沒什麼 都有法律 來延續 來延續 希望說大家 你給他了解一下 有什麼問題嗎 這裡 好 那我繼續喔 原來後面還有 抱歉 不記得 這樣啦 美國說國會登都 不管違法 不管違法 因此犯三權分立 這最多的 國際社會都了解台灣真實地位 這很不妙 這個喔 我講一下好了 每次我們台灣 的人 都分不出中華民國 跟台灣是不一樣 可是喔 在 大家去參加奧運 還是說 國際的運動 賽事啦 咦 我們台灣的國企 升上去 不是咧 是升那個五個圈圈 哇 那個那什麼 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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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 那我 我想 我講一下 就慢慢的了解 國旗代表國家 對不對 咦 主權象徵啊 國歌也是啊 我們參加一個 運動賽事 是大力跟阿公的 咦 我們國旗就不起來了 是不是變成這樣 咦 咦 你們想說 把那國旗改掉 也不是沒有經過台灣 中華民國 台灣的人民同意喔 那是中華民國啦 我只要講回來 沒有經過你我同意 把國旗都改掉了咧 那你們去參加這個 國進奧會 有什麼意義 你國格 你的主權都沒有了啦 你不覺得奇怪嗎 是不是這樣 這個運動賽事而已 你整個國家的主權 你的國旗都 竟然改起來了 啊你還沒辦法 那兩句了 啊真的中第一名 第二名 還換一下 那個青天白 青天白的感覺 那誰 其實人家都在笑的 啊 啊你們是台灣人啊 那是中華民國的 流行政府的人的國旗呢 啊你不然台灣人 你拿在國旗 什麼 繞拳 然後表達說我抗議 我中華民國 我都不升上這個國旗 欸我跟你講啊 印度的流行政府 在德蘭沙拉 在德蘭沙拉 一路流行政府 他們也有派運動員參加 那個 國家的奧運 喔 國家的賽事喔 有喔 他們還是有喔 他們還是有喔 像現在 以前那個敘利亞 還是那個什麼 格達費那個政權叫什麼 我相信 他們也有參加國際賽事 他們有權利 因為各個國際都會講民主公務 這個地區人民 他會尊重讓你參加 但是你不是國家 他會給你用這個方式 讓你 還是讓你參加 我說說台灣人 你要學覺醒 參加個什麼東西 那國旗就這樣創造的 其實 表示說那就是 國際不承認啦 啊總 老公就 抗議一下 他就要露台了啦 我們跟他論同中華民 就是很落差的事情 齁 自己要記得 齁 因為國際也不承認他 就把他換下了 你要去維護他 很奇怪 你應該維護一個真正的 這一隻 齁 這美國人怎麼做的 以後我們會維護這一隻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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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